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以为说 我现在决定我婚姻很不幸福 我现在决定要外遇了 我才去找一个小山 其实多半也不是这样 而是在无意当中 又先掉下去 然后就觉得那感觉很好 然后就很喜欢 那你说第二天要不要去 他当然第二天又去了 可是我没有感觉 自己没有感觉 只能喜欢去 去久了 你就变成有感觉 有感觉 有感觉以后再来想理由 了解我意思吗 这才说我婚姻不幸福 我本来就想要跟她分开 我为什么没有早点遇到你 这个都是事后 家回来想出来的理由 你问她你为什么外遇 这时候她在想 我觉得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应该是很多很多 外遇护士的一个公式 对 所以我是觉得有的时候 就是她就是不可自拔的时候 她不愿意放弃 她总要找一个理由 让自己可以继续 真的 因为如果没有那些赞美 你也不会回想到说 其实我老公都没有赞美我 对 对不对 对 对 有没有 对 我们之前就是有做节目的时候 有特别请过 全都是小三的上节目 他们说 心里面除了有竞争优越感之外 他们有人也认为 已婚的男人比较有魅力 有有有 这个要赶紧问一下洪老师 老师就是如果你遇到了 或者是你正在这样的关系当中的时候 可能他还没有发展成 比如说我们讲婚外形 对 这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拿捏那个奋计跟 分寸 我觉得以我的角度 我只有一个说法 就是逃 逃 没有其他路了 没其他路了 马上就 对 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是留下慧 对 坐海不乱 到时候发现自己会下流 真好 我经典经典 反来以为是留下慧 对 后来发现是会下流 所有 user 我已经分开及了 你 你要 顺氏 él 这 故意 ett 。 稀